越来越多的女明星开始流行发自己的素颜照,但是现在毕竟手机的美颜拍照功能太强大导致化妆前后的区别不是太大,当其他拍素颜照时差别就出来了,一起来看看这些明星的素颜对比照有没有让你失望。 毕竟刘佳玲岁数也不小了,在化妆后还是很有女神气质的,在素颜下皮肤也还算是白皙,在这年龄段皮肤能做到这种程度的紧致确实还算不错,只是这下巴。 之前的无墨丑几乎一直都是浓妆艳抹,其刘海的造型,很多都认为真的非常瘦,其实素颜下的无墨丑五官还是可以的,最近不知道是不是换了造型师,在发型和妆容上都可以走清新路线了,这种感觉比之前的浓妆艳抹好受多了。 李小璐也可以算是网红的鼻足了,当然指的是脸趴,自己也承认会定期去给面部做保养,化妆的情况下妆容精致,五官端正,一股网红的气息,素颜下稍微显得有点憔悴,不过这么贵的一张脸岁月的痕迹也没有多少呢。 林志玲也是大家多少年里的女生,高挑的身材,精致的面容,现在四十多岁能保持这个状态已经还算不错了,素颜下的她变化也不是特别大,只是显得面部有点浮肿,没有光泽。 泻纳给大家带来的总体影响就是我们的开心果,非常喜欢笑,所以在泻纳的素颜罩中可以看见比较多于尾纹,颈纹也比较深,皮肤稍微的有点暗沉。 素颜下的压压五官也是不错的,至少化妆后能很清楚的看出是化妆后的她,化妆后的她真的非常美,也不知道当初出轨的那位是怎么想的。 杨幂是出了名的美少女,皮肤白皙,五官分布的很端正,素颜下的她也能看出有不错的底子,稍微画上妆容就美的不要不要的。 姚晨生完孩子后恢复得非常不错,很快回到了当初的状态,化妆前后差别不是很大,从素颜罩中能看出很明显的眼带黑眼圈,看来家里的小家伙没少让她操心啊。 她今天属于那种非常温柔可爱的女孩子,经常会和粉丝互动转发粉丝的博文,素颜罩下的她真的和化妆前后没什么差别,被众多网友评为素颜罩最美的。 张韶晨的这素颜罩确实有点过分了,简直年龄差有二十岁的样子,衰老憔悴的不成样子,眉毛稀疏,以前可是出了名的长睫毛啊,为颜值加了不少分,现在感觉有点辣眼睛。 这十组明星你最看好哪个? 参考来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